大家好我是雅空姐 现在在匈牙利的吉尔城市 我们现在出去吃晚饭了 吉尔城市是匈牙利第五大城市 一共只有13万人口居住 它是一个工业区 工业中心 很多的什么汽车呀 他们都在这里建造 在最早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文化 文艺复兴的一个 老早的辣 这是历史 学上的不多 历史肯定也知道的不多 大家可以从网上看 我总是一个借口 就是大家从网上看 而且这里的话物价很便宜 我们住的地方一出门 就可以都是看很多的餐厅 喝的用的 他们这里的话正常的 就是像一般商店是到7点钟 但是吃的东西 喝的东西一般是晚上8点 我们现在去吃晚饭 他们这里的话 就是越往东 它天黑的就比较早一点 大家都知道 匈牙利的国菜是一道汤 我们现在的话就去 我是让我老公吃 现在就去找 哪个人都会做 就像咱们中国人红烧肉 哪个地方都有红烧肉 对吧 谁做的好吃 每个地方红烧肉都有它的口味 但是也是每一家餐厅做的红烧肉 口味都不一样 别说每一家餐厅自己烧出来的红烧肉 每次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找 我们家欧巴带领的我们去找 这边有一个建筑很好看看到没 我们想去的餐厅就这一家 因为礼拜一关门了 看这边 我跟我老公开玩笑 我说等会吃晚饭 我们到这里来听一场歌剧 还开一场舞蹈的 因为我们俩都不是这个料子 你知道吧 因为我们俩都没有这个基因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周一的时候 餐厅好像在我们捷尔这个地方 好像关门 酒吧倒是挺多的 现在才晚上8点35分 他现在就已经是几乎是没什么人了 好像人都跑了一样 只有酒吧开着 酒吧里开着干啥 又不能 不过他酒吧里有的时候他也会卖饭的 只不过就是国际的那种 就什么快餐的那种什么 像汉堡呀披萨呀之类的这些东西 哪个地方都可以吃得着的 没有本地特色的那种 正儿八经的餐馆 今儿好像真的都是关门了 我们找到一家在地下室 他们也今天不营业 看都没人了 刚才去了一个饭店里的服务员说 星期一直到晚上8点钟就关门了 看这也是一家餐厅 全部关了 我们现在只能去吃披萨了 所以我们来吃披萨了 客人的披萨 我是看不懂 我们在胡瓜看 现在我们再挑 新鲜烤的 我说只要肉多就行 可怜的呀 我们在点的时候人家一个小哥 他们这里也有美团外送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是这样子 人家再过来打包 他也容易下单了 所以周一到这来的话 一定要早吃饭 早吃晚饭 不然就跟我们一样 只能吃披萨了 这是我由此以来度假吃的披萨 以前我从来不吃披萨的 已经就是吃了第二次了 而且不是在餐厅里吃 是打包回家吃 看人家这里 两个黑衣袋子 人家是外送的 看看我好想吃这上面的东西 我们到家了 保雷娜这个啤酒在这里太贵了 花了700多块钱这变成钱 对 刚才我老公都说了 又是披萨 这是第二次我们吃披萨了 这次应该实在没办法 因为我们看不懂 I take by myself 我花了两欧多 两欧不到 对两欧多700多块钱 两欧多买了一瓶 买了一瓶 买了一瓶都为我没看 Pierce 我只喜欢 我们的晚饭吃好了 披萨一共花了6块钱 我的啤酒我就喝了一口 因为不喜欢喝 我留着我们家欧巴尔 你来喝吧 所以呢 今儿一顿晚饭花了6欧 第二次吃披萨了 有史以来真的是以前度假 什么样 我从来不喜欢吃披萨的 现在真的是可厉害了我 好了 今天视频就这样吧 下次大家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 如果周一你们跑到匈牙利的话 一定要在8点之前把晚饭吃了 不然的话就吃披萨吧 好了 咱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要齐行到下一个城市 目前还不知道 明天看吧